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表演风格多样 能够轻松驾驭不同类型的角色 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演员 除了在演艺事业上取得的成绩 王凯也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情趣的人 他喜欢旅游 健身 品尝美食等等 这些爱好也为他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 同时 他也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 不断挑战自己 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和作品 希望能够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 谭松韵也是一位备受瞩目的女演员 她的演技自然 真实 深受观众喜爱 她曾经出演的《甄嬛传》 《最好的我们》 《狐狸的夏天》等作品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除此之外 她也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 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为社会做出贡献 而当两人因戏结缘 合作出演电视剧《向风》而行 王凯以其精湛的演技和深邃的眼神 将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 而谭松韵则以清新自然的表演风格 为观众带来真挚动人的角色形象 她们的默契与化学反应 在镜头前演绎出了一场场 令人心动的对手戏 尤其是在接吻的那一刻 她们的眼神深情交汇 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之静止 那份甜蜜与浪漫 不仅让观众为之倾倒 更让人们对爱情 充满了无尽的遐想和向往 王凯的深情款款 谭松韵的娇羞可人 她们用自己的演技赋予了绝色灵魂 让这段恋情焕发出璀璨的光芒 她们不仅是演员 更是情感的传递者 用真挚的表演 触动了每一个观众的心弦 这段恋情不仅是一段唯美的爱情故事 更是两个灵魂的相遇与相知 她们在戏中相互扶持 共同成长 让人们看到了爱情最美好的模样 她们的表演不仅是一次视觉的盛宴 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两人剧外的互动也很甜 跟真情侣对标起来 丝薄不舒振 在剧场对剧本的时候 太阳公共照射得很刺眼 凯凯王自觉用自己的身体 给谭松韵挡太阳 讲话期间 凯凯王只是稍微晃动了一下身子 就有阳光缝隙渗透到了谭松韵的脸上 谭松韵也不客套一下 直接就傲娇的勒令王凯不要动 站好帮自己挡太阳 而凯凯王也是真听话啊 说不动竟还真就一动不动 乖乖站着挡太阳 这一幕让人想起了真情侣 吴奇隆与刘诗诗 想当初吴奇隆为了遮挡阳光 让刘诗诗不被晒黑 做法就是腻外的 让刘诗诗靠在自己的后背上 同样的小情侣行为 还有那不自觉的身体接触 王凯与谭松韵对戏对到笑场 两个人都会下意识地挨着对方 这自然的身体接触 在罗静与唐嫣的身上看到过 更让人磕到上头的是 前面王凯已经有了挡太阳的行为了 没想到王凯晚上还站在谭松韵身边 绅士地挡起了风 一次遮阳可以说是意外 二次挡风绝对就有故事了吧 在谭松韵的个人采访中 记者询问谭松韵有没有英系深情的可能 谭松韵的回答是有 那么会是与凯凯王的有这个可能吗 看两人在片场的种种表现 并非完全不可能啊 因为剧情需要 王凯送给谭松韵礼物 为谭松韵亲手戴上项链 走戏的过程中 围在一旁的演员们都磕得很起劲 当正片拍摄结束后 导演都喊卡了 围观的群众们还更来劲了 启哄让王凯谭松韵现场亲一个 谭松韵特别羞涩 一动不动 凯凯王倒是很纳闷地转了一圈观察 剧本里没有这差呀 那表情似乎在问 自己到底是该亲啊 还是不该亲啊 不得不说一句 这也太好磕了吧 出了剧场也还是这么秀 在电视剧的宣传发布会上 王凯与旁边的女主持人聊得挺开心 四伯没注意到背后的谭松韵是什么表情 当王凯笑得不易乐乎地转过身后 看见谭松韵那垮住的脸 王凯静止下的一个机灵 立马就收回了脸上的笑容 停止了动作 王凯这个应激反应似乎有点老鼠遇上猫的感觉 收得还挺快 女主持人还接着和王凯调侃 他俩是没头脑 咱俩是不高兴 还没等王凯回应 谭松韵就迅速吃醋地反应道 你们可太高兴了 而此时此刻的王凯就如同做错事的小孩一般 收敛住自己的笑意 再也不敢嬉皮笑脸了 但这场发布会上的糖点到这里 其实也还没有结束 比较戳人的 还有在发布会上 王凯看着谭松韵亲自调理的酒被人拿走 脸上就没有了笑容 男粉丝把谭松韵做的酒一饮而尽 大家和包括谭松韵在内的所有人 都激动得鼓掌 现场唯独凯凯王背着手不动 仅仅是礼貌的浅笑 双手摸摸耳朵来缓解尴尬 王凯仿佛把自己的不开心 都通过这种方式体现出来了 更加酸的是 看到谭松韵小跑上前去接男粉丝手里的杯子 凯凯王的眼神锁定 目不转睛地盯着 当谭松韵接完杯子转过身后 王凯又立即偏过头去 下意识地掩饰自己的眼神 不让谭松韵发现 又在意又心虚 凯凯王的这些反应都很有意思吗 真不怪观众朋友们艾科啊 在电视剧盛典上 主持人大胆撮合王凯与谭松韵 而谭松韵的回答更是充满暗示 希望吧 看缘分 这句话让人不禁联想到两人之间 是否已经擦出了爱的火花 他们的感情如同陈年的美酒 越品越醇厚 王凯曾说 我和松韵的感情 就像是一杯陈年的美酒 越品越醇厚 谭松韵也表示 凯哥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他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 仿佛是命中注定的美好缘分 在第31届精英奖颁奖晚会上 王凯与何炯为主持搭档 整场晚会下来都很正常 直到女主角谭松韵的名字出现 何老师在王凯面前Q谭松韵 并且在美谭松韵好漂亮 现在已经在准备开奖了 注意看旁边凯凯王的神情 简直就是一整个期待脸 眼神似乎在寻找什么人的身影 下意识地就抿起了嘴唇 简直不要太可爱 何老师还接着夸谭松韵 佩服谭松韵怎么可以那么轻松的 就拿捏住了年龄跨度 永远都能胜任女高中生脸 而这个时候同样是主持人的凯凯王 想要接着说些什么 于是就不由自主地拿起了话筒 没成想 他只是小声附和了一句 对 那骨子认真劲儿 正有点家属带受表扬的即视感了 凯凯王还眨了一下眼睛 太憨憨了 也许是凯凯王自己都意识到不妥 所以凯凯王马上又反应过来 觉得要收着点表情 于是就又开始了表情管理 直到何老师邀请黄轩 谭松韵共同上场时 才又控制不住了 说到黄轩的名字 王凯还是面无表情的一本正经 可是要说到谭松韵的这三个字 凯凯王立刻就宠溺笑了起来 虽然两人恋爱的消息还没有得到证实 但网友们已经纷纷送上祝福 希望他们能够幸福美满 无论这段恋情是否属实 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和隐私 同时也祝愿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切顺利 幸福快乐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在演艺事业上发光发热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让我们一同期待这对音系结缘的 温暖爱情故事能够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